男人不光美好 还特别神秘 就是他明明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 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 我觉得关闭朋友圈 可以显著体装你的幸福感 每一次我刷完朋友圈 我都觉得自己活得猪狗不如 你们能理解那种矛盾吗 我对宇宙是如此渺小 我对公司却如此重要 也很难看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痕迹了 唯一老工业基地的痕迹就是遍地的老铁 两个人在一块时间长了 就连我爱你都懒得说 就有一天我问我老公 我说你爱我吗 不要说这么伤感情的话 这人欠了六个亿之后 六个亿的债务之后 然后我老婆的反应也比较奇怪 他在家焦虑了很多天之后 有一天突然就跟我说 要不咱们也去美国就别回来了 然后每周都说回来一次 但是就别回来了 爱因斯坦怎么想呢 根本就不重要 在我妈眼里 宇宙的镜头就是铁领 我妈还听说王建国是盘景人 就问我 你说宇宙的镜头 有没有可能是盘景人 你去问李淡 你说你兜里有啥 李淡说皮的白的都有 男人喝了会沉默 女人喝了会流泪 有人跟我说 你的灵魂很丰满呀 我说哥哥 你确定看的是灵魂吗 如果我妈跟我的女朋友 同时掉进水里 我会怎么办 我依据她们压水花大小 给她们打分 外国朋友经常给我开玩笑 说你这没什么 你这不离三次婚都不能进好莱坞 我和她们聊完之后 我现在一点都不担心我的婚姻了 我现在比较担心好莱坞 大家都知道我在一个 对吧 对 成风破浪的姐姐们那个节目 就那个节目啊 风浪很大的 如果是一群女生朋友在海报上 她们就已经开始互相伤害了 小时代 成风破浪的姐姐 每天会开三个小时的车 从上海到横店 然后再开三个小时回上海 我说 你没有工作吗 然后 她想了一下 就代资进组了 顺利的当上了演员 最长情的告白是陪伴 最长情的陪伴 是代资陪伴 李偶言 被称为中国娱乐圈 唯一一个 看剪影 就知道是谁的女人 当然了 有些东西想藏也是藏不住的 比如说有的艺人分手了 我就买个包 这个 有的艺人出轨了 我就买个钻石 还有的艺人跟我解约了 我就买个房子 但是我演出唱歌的时候 演唱会的时候吧 一定就得折腾 因为我不可能不动 你们底下看我跟看挂丽的似的 也不合适 对不对 你们都该琢磨了 哎呀 你都假唱了 还不能真跳吗 最新这件事我跟你们讲和异地恋是一模一样 真的 面见不着几回 钱是一点没少花 当时呢我称霸QQ音乐的时候很多人质疑我 就说这汪思龙是不是买榜了 我当时非常的冤枉又自豪 你说我看起来就 就这么有钱吗 每次考完时 我唯一能确定的 就是我自己的名写对了 所以这大学四年 我一直都在苦练签名 为我以后当艺人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星跨界 讲脱口秀的爆肝场 总决赛第一轮的主题是什么呢 是 是终点 也是起点 这不禁让我想起 当年在军艺的日子 那是我演艺生涯的起点 也是我颜值的终点 徐征老师跟我撞脸 我这脸可是入围过 亚太区最帅100张面孔 No.21的 徐征老师你能入围啥 你最多能入围亚太地区 最秃的100颗头 你排名37 李旦38 一个字 绝 我的人设大家都清楚 我正想说这事呢 真的 有时候跟粉丝打招呼 你就说 这碰人粉丝 人干着你 非常热情啊 过来 于老师 抽烟喝酒烫头 你说粉丝跟你打招呼 你要是不回答人家 不礼貌 但是你说这个 你让我怎么回答 我有时候 我就还想跟他解释解释 我就说 相声里边的都是编的 他就跟我说 对对对 就是你这是真的 你说多可气 听着这事我就生气啊 我要不是手里拿着烟 我早拿酒泼的了 很多人都说 这个恋爱呢 是不能看外表的 大家要看什么 这个那个的 最重要的是要看灵魂 就我这个外表呢 就是被我的灵魂给拖累了 我看男人的眼光 不是很好 男人看我的眼光 更不好 有人跟我说 你的灵魂很丰满呀 我说哥哥 你确定看的是灵魂吗 脱口秀大会高光回顾之 有些吐槽 想对爸妈说 你们知道 现在最新兴的一个 少儿陪俊项目是什么吗 特别火 编程 对 少儿编程 六岁的孩子就让你去学编程 我在想六岁的孩子学编程 不会很困惑 我是一个单亲家庭 我妈就觉得很亏欠我 一直就希望我能 找点有一个人陪着我 跟我组建一个家庭 所以我妈催婚呢 主要就是走苦情路线 姑娘啊 你看咱娘俩相依为命 这么多年了 家里呢也没个男人 过年买这些东西 咱俩一点点往上买 妈老了 搬不动了 我当时我心里听着 那特别难受 我说妈 你放心 我保证明年过年 咱家多一个男人 我妈说 嗯 我相信你 果然到了第二年 我妈结婚了 其实我说这些啊 是想跟我爸妈说 这戒死的结婚啊 我说 我爸我妈都结婚了 我真的非常的高兴 虽然他们不是 跟对方结婚 但是我是真心地 祝愿你们能各自幸福 至于我呢 你们就不用再操心了 都说父母是孩子 最好的老师 就结婚这个事 你俩都手把手 教我三遍了 我指定能学会 我说你 不要抱有什么侥幸心力 你还年轻 现在还有机会 早点改造 早点重新做人嘛 你表姐怎么样 比你可硬多了 最后四十多岁了 不老老实实 接受婚姻的制裁吗 脱口旧大会 爆哽云场面 我家是铁岭的嘛 从那以后啊 我失恋了 我妈说回铁岭吧 工作黄了 回铁岭吧 微博掉粉了 回铁岭吧 爱因斯坦怎么想的 根本就不重要 在我妈眼里 宇宙的尽头 就是铁岭 我妈还听说 王建国是盘景人 就问我 你说宇宙的尽头 有没有可能是盘景人 我说妈 那宇宙的尽头 必须得在东北 那爱因斯坦 唱二人传出神的嘛 我妈说那咋的 咱东北多好啊 地大物有国 还有王建国 静香成熟之后 是一个成熟的好女人 我从小就觉得 等我长大以后 虚拟的世界里的静香 会化作一个真实的人类 在现实世界里 我相遇 我一直好奇 静香会化成什么样子 我万万没想到 是雪芹 然后还要感谢 小狗文化 真的你们公司 每次出事 我们公司的纪简委 都会找我谈话 让我洁身自豪 还感谢观众朋友们 对我的喜欢 真的受宠若惊的 我知道我长得不错 身材也还可以 家庭也很幸福 工作也很稳定 我还幽默 但是有一些男观众 不要再给我 发奇怪的私信了 你们配不上我 你知道男人不光美好 还特别神秘 就是宁愿也猜不透 他那小脑瓜里 到底在想一些什么 就是他明明 为什么看起来 那么普通 但是他却可以 那么自信 每个班都有那种女生 他学习成绩很好 他每次都能考 85分以上 但是他就是不开心 他就想 为什么我没有考100分 但是有些男同学 他就能考40分 但是他可开心了 你感觉他拥有全世界 他能拿着那张卷子 在班里来回穿梭 好像他说 你看我就考40分 你看 我是个傻子 很开心 我说 这个久不见 你才是什么 我认为卡